我們的30日歐遊計劃正式收屁 現在還沒燒到發生了什麼事 一落地牆 馬上就去了警局了 Hello 大家好 30日歐遊計劃的第五站 我們來到西班牙的Madrid Are you ready? Let's go! 海完巴西朗拿之後 我們就轉場去下一個地點 西班牙的首都馬德里Madrid 由巴西朗拿去Madrid 只需要乘搭兩個小時左右的火車便會到達 Hello 大家好 我們現在是馬德里Madrid的地點 不要在太快營的時候上車 因為通常很快營的時候 那些草就有藉口和你身同身貼得很近 斜機就會碰到你的財物 就算你真的發現它偷來 在這麼混亂的時候 它要著躁也很容易 這裡實在是太多爬手了 因為我們經歷過都不知道算不算是爬手 因為它整個背包都偷走了 這麼大的背包 我經常搬走它 傻了 這個消失了 所以我們現在都極其小心 周圍張望 因為它是團火座 這個男人絕對搬走 馬德里市內的交通都非常方便 主要的交通工具就包括巴士、地鐵和輕鐵 今次我們的旅行主要就靠地鐵穿梭整個城市 這個交通卡有點特別 雖然我們兩個人一起買 但只有一張卡 因為它說是可以share的用 即是一個人放進去就到一個 都挺特別的 如果想更詳細地了解這裡的交通資訊 就可以點擊下面的連結 去看我們的旅行日記 要出去就看到人家睡覺 很刺激 冰箱 如果有人貼上自己的封面 我好欣賞它放在消毒櫃裏 這個很多都沒有 這個螢幕也很不錯 螢幕也有六個字 這間屋真的挺苦的 我想說它的地位是最似中心的心臟地帶 也不是特別貴的 而且進到來 它雖然是一個share apartment 但很闊落 有一些共用的可能是廚具、餐具 也有一些外面人躺的雙層床 但進到來這裡 還有一個窗景 還有一個浪沙 很棒 然後裡面室內層次簡單 但有一股香味 感覺都乾淨的 又有鏡子、風扇這些 簡單來說就超級滿意 慶祝我們進入一個好的世界 還有屋主呢 竟然第一次訂這麼多次AVNB 準備了全新的薯片送給我們 OK 這個真的挺驚喜 咦 他們也有薯片 先看看人家什麼味 如果好吃的話我就不換 你先按下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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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進來去發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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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拍照 好 好 如果你想要 這裡 可觀都真的經驗老到眼明手快 就算我們用微型的隨身小相機 都逃不過他們的發眼 一看到我們進入不給攝影的地方 已經馬上衝過來 要看著我們熄相機 甚至是刪除影片 話說當時我們誤打誤撞走到一間類似VIP房的門口 我們就瞄到裡面有一個沒有穿衣的紋身大漢 在這裡一路擔著雪街一路賭錢 但是我們只在門口看了一眼 他的保鏢就發現了我們 以及急步走過來叫我們離開 所以我們都嚇了一身冷汗 快快去離開這間賭場 沉迷賭博等於賭錢下去 不要那麼笨 快點生 那我們現在就身處西班牙廣場 其實西班牙廣場就是位於MATRID的市中心地帶 可以看到這裡其實佔地面積都超級大 有不同的綠化 中間也是有一個雕像在這裡 看到很多遊人都在旁邊坐著聊天 他很悠閒地享受這個磨鍊的陽光 我就覺得這個西班牙廣場都真的挺舒服的 雖然它是空曠沒什麼 但是正正就感受到在城市裡有一種悠閒的節奏 嘩 你好像知道的東西 對 大家可以看到中間這條柱上面 是有很多的雕像 很多人像 其實這些人像都是對西班牙的發展 是有相當重要性的人物來的 有相當的紀念價值 嘩 嘩 好厲害 嘩 我覺得我受到這個文化來分陶 嘩 現在很感動 我們現在就在西班牙廣場的街頭 可以看到其實這個城市都相當繁華 建築樓下去甚至是有很多人 很多人 雖然不是禮拜 但是街上人流都很多 現在我們去哪裡了? 現在我們就打算去吃東西 之後就會去Royal Mint 有踩Money Heist的大家 對Royal Mint的地方應該都不學生了 我們這次就去打個卡 其實我們就循著Royal Mint而來 對 我們就去打個結 走 打個卡順便打個結 我很喜歡這條街這麼闊 而且都挺乾淨 對 而且剛好現在陽光正好 明天就下了幾天雨了 所以我們來到就不太熱 很久沒試過這麼舒服的天氣 很舒服 真的心情不同了 對 我覺得這裡應該是廣州 MATRIG的華人餐廳 普通都不出名 我們就試了 覺得真的很好吃 還有一個清液解毒的五十五火湯 啊 飾到流油 吃啊 啊 這個是歐洲最好吃的東西 就是阿刀菜 在吃完家鄉菜 甜飽了個土燈仔 飽到食指不再動之後 我們就馬上 經濟朝著Money Heist裡面 打劫的目的地出發 也就是Royal Mint王家註斐廠 Hello 大家好 我們現在終於來到Spain的Royal Mint 即是Money Heist第一季 被劫的地方 那這裡其實有個妙思人 那裡面的CM裡面呢 其實它存放了大量的 有歷史的貨幣 即是它是累積了2700年的貨幣 是從古希臘時期的貨幣 已經開始在這裡館廠 沒錯 我們看到來到三樓呢 它這裡 完全是道金的 整個牆 非常壯觀 而且這裡我們發現是零油 客兼零油樓 除了我們之外 是沒有其他的油人在這裡 都很興奮 OK 那我們現在進去看看好不好 Let's go 謝謝 OK 謝謝 拜拜 拜拜 謝謝 謝謝 我錄了它安檢也很有感覺 今天就是這樣而已 Money Heist裡面是深遠很多的 對 這裡很有趣 有幅地圖 這個就是整個地中海 那時候就說貨幣 其實是怎樣透過國際之間的貿易 傳開去 那當時的貿易 其實大部分都是依靠地中海的 這個位置是 埃及 這塊應該是希臘的地方 除了西班牙之外 它還有不同其他地方 看到這裡有中國的貨幣 還有其實它因為是印度 這個就是中國文化的所謂的 千元地方 再看一些駐造錢幣的用具之後 我們就去了Money Heist 第二個打結目的地 也就是Central Bank 西班牙中央銀行 在我身後 這個就是傳說中的Central Bank 就是西班牙的中央銀行 聽說西班牙的中央銀行 是世界上 數一數二所謂最森嚴的中央銀行 它裡面是有十幾層門 去守護住裡面的黃金負存 所以其實如果有幸可以進去參觀 都算是一個挺難得的事 但可惜現在其實是不開放這樣的參觀 在Central Bank 旁邊有一個很高大的建築 那是一間藝術展覽館 我們就打算上去那裡的觀景台看看 誰知竟然發生了一宗意外 突發就是 剛剛我們搭升降機上來 旁邊的升降機就馬上壞了 因為是透明的 所以我們是可以看到它 這一條鐵掉下來之後 那升降機就馬上停了 那裡面應該是有人困在那裡的 大家都很驚慌 不知道現在應該怎麼處理 還有我們是目睹著這件事情的發生 是聽到卡一聲就掉了 突然間爛了 掉了下來 然後發出了巨響之後 這個升降機就停了 我們遊覽了整個小時之後 再回去一看 沒有想過運升降機的乘客 依然是在運在裡面的 而救援人員也還是未到場 裡面受困的乘客是非常燥動不安的 好恐怖 Money Heist 發完地 真的很瘋 那我們30天歐遊計劃的下一站 就會選擇一個相對安全的國家 很多時候錢是買到安全的 而這個這麼安全的地方 就是全世界物價最貴的國家 瑞士了 為什麼會這樣 你不要笑我 你不要笑我 最高的火車燈 最高的火車燈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就記得like、subscribe和留言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